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怎么了 回去 安倍林 没事吧 没事 好 走 喂 你再次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我们无法再对你客气了 接下来 请一下何将接受洗漱毒品的训练 这层训练是在他并不自清的情况下进行的 你们不能这样 亲着 你们 王范子 怎么回事 又是那伙人 老大 我是安倍 小伙有消息吗 赶快找到了他 把他看住了 千万不能让他乱跑 嫂子 你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找到他 我在洛阳 马上赶回本院 露露的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不算 你别进去 你给我眼里 给我眼里放了什么 感觉不错吧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再来点吧 我杀了 你带了我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 你想干嘛 你回家 回家 我哪儿还有家可以回 给安平打电话 喂 安平啊 我们找到小河了 在在八十三地停 对 你给我带上 等我爸来了 你还干啥干啥 不行 快点 小河 快去 走 你 你们干嘛 你干什么 你不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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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是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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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没事吧你 哥 哥 咋回事 安平 想和微信人接走了 你还不打算从案子里撤出来是吗 清队 清队 喂 秦小河在邓阳街 动作快一点的话 你或许能见到他 小河 小河 你咋了 你咋了 小河 我是你爸 老秦 老秦 来 坐 坐 小河 他离不开你 我正在向局里建议 让你回到原来的位子上 我得保命 命比啥都重要 是不是 对了 你跟苗基说一声 如果他不准我的假 我只有脱警服了 屋子我已经打破过了 就是有点潮 嗯 是 小河 对你我也没什么再好说的了 你就和你爸好好地在这住着 再难 又把那口借了 送过了舅爷 就是好那一口 才被赶出家门的 才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是 清安平虽然退出了案子 但文静队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谷原酒店 你和露露就不要带到酒店去了 但我时常还得到酒店坐坐 因为都知道我和天桂是朋友 不去反而不正常 总之 这段时间我们要进入冬眠状态 什么事情也不要做 我怎么觉得 这么一来 反倒会加深他们对你们两人的怀疑 要我看 我们现在就好比置身在马戏场的转盘上 只有不停地跑 才不至于摔倒 那你的意思是 应该继续做点什么 虚的也行 闹出点动静 但是要在别的地方 比如西元县或者东元县 很危险的 难道比草店村的棉花棚还险吗 我曾经说过 杨秀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她会干得很出色的 杨秀是大哥手里的另一块鱼 但不会老待在大哥的手里 你什么意思 哼 说不大清楚 老板 结账 来了 一共是二十六块五 别二十五得 老板 问个事 你们这一带 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地上出现过线坑 或者是地上不长草的 你问这干啥 我们是考古队的 这一段事我不知道 你们想干什么 杨队 有群众反应 有两个项目特征 很像是做棉花案的那两个男女 又在东远县出现了 他们操着河南口音 外来的刘贼 这两个男女的胆子 是不是也太大了 二位从哪来呀 这一回 怎么没带谈花宫呢 谈花宫 什么谈花宫啊 行了 咱们都是道上的 我也不必多问 棉花案的事 你们办得漂亮 我佩服你们 回去以后 请转达我对我二师弟的祝贺 我听不懂方老板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只有我的二师弟 才能做出那样的杰作 你们回去以后 给他说一声 各家有各家的地盘 不要把洛阳产 伸到别人家的地里 上回的事我还没问他 讨个说法 他不要欺人太甚 你们走吧 我在东原 不想见到你们两个人 我们来东原是旅游的 方老板的地盘 我们寸土不动 来旅游的 那我问你 那你们为什么四处打听 坑线 涂地的事 是不是故意把条子往我这招引 我明白了 宋若虚 你第二次把条子 故意往我这引 来 把他两国困起来 慢着 方老板想把我们怎么样 正在文真队门口 好啊 我们会设法让秦安平相信 棉花案是方老板的杰作 由于分赃不均 把我们两个功臣赶出了 秦龙公司 于是我们负荆请罪 自己把自己绑了起来 向警方投案 宋老板派我们来东园旅游 就是为了把文真队的视线 引到你方老板的头上 没想到你方老板 还挺配合的 把他俩给我赶出东园 是 走 走 咱这么转下去不是个事啊 怎么了 你想啊 这青龙公司能找到咱 这警察找不着咱 这么多事有些冒险 但是能换来大哥的安全 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 大哥要是没有了 你我也就没有了 那是你没有了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 走 这是木头吧 木头 走 跟着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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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会儿土贼呀 想不想给他们搭个帮手 这怎么可以 这叫离坑子 我原来常干这事 这样 你在这儿等着 我过去找几个帮手 一会儿就回来 我过去找几个帮手 咋回事啊 你们哪儿的呀 把手伸到人家过来来了 我还想问是谁的裤带没勒紧 把你们给露出来了 你们哪儿的呀 天上掉下来的 土里钻出来的 怎么着 告诉你们 石像的赶紧给我走 把地方给我腾开 疼开 凭什么呀 不知道 不知者无过 告诉你 这个点我早就踩好了 你踩好了 什么凭着 这儿我早就做过记号了 记号 你看见记号了 没有 你们看见了 没有 废话 地方让你们挖成这样 我哪儿给你们找记号去 喂 兄弟 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 这骑马的规矩咱要懂吧 少给我废话 上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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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把手 既然咱碰见了 见面分一半 不过这个事儿啊 咱们也做不了主 我们得回去啊 给我们老大说一声 要不这样 咱约个时间 回头啊 就在这儿 咱碰个面 成吧 走 哎 哥哥 慢走慢走 四哥 咱们还真等他们 规矩嘛 还得守一点 我想 他们不是去请什么头 很可能是去搬兵了 走吧 不要惹这个麻烦 走之前也先把糖掏了 走 走 没啥问题吧这儿 没事下吧 你赶紧下吧 一会儿他们就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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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 小 sendo 走 小 Dragon 小绱去吧 来 算你小子命大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你小子就去见阎王爷了 你们俩是北洋俩的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一说我就猜出来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俩就是做棉花案的 那两个谈话人吧 而棉花案只有选武公司做得出来 也只有选武公司 敢把洋洋产生到别人家的地里 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知道我的人在东里放了什么吗 农药 剧毒农药 我可不想让我二十个的人死在我的手下 说吧 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我本来完全可以像我大师哥那样 把你们俩赶出去 谁让我这个人心软的 不想给我二十哥 也就是你们的老板办得太难堪 这样吧 既然你们来了 又忙活了半天 那就一起干吧 我就不陪你们了 走 谁先嫁 咱们走吧 不行 四哥 兄弟们可不能白忙活呀 是啊 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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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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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 就这些 就这些了 下去看看 没什么了 这东西虽然不值钱 咱还是一家一份 东西你们拿走吧 早知道为这点东西 咱就不费那么大神了 咱们走 待会儿啊 咱俩回去吧 回去 回去干啥 你以为咱真能白忙半天啊 我才能帮你 我去 这东西 你给你帮我 你把我拿 我帮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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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你拿 我帮你拿 大哥 您可得给我们做主 这回说是打的我们俩 其实就是打给您看的 别 竟给我惹祸 人家做的没错 让你们出去走走 没事让你抢人生意 可他们也有点太欺负人了 得给他们点教训 您说咋办吧大哥 咱们不一定动手 贺锦宝的性子我知道 手里从来存不住东西 现在肯定正给那两件东西找买住呢 铁贵 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 想办法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警方的线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可何进宝还会怀疑到我们头上 这就对了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无论什么原因 玄武公司的人 都是不能让人随便欺负的 接 哎 来了 站住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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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 给孩子弄你这儿吧 你怎么知道那一男一女 就是在草店村做案的那两个人 这是我们老板说的 他说 棉花案只有玄武公司的人做得出来 也只有玄武公司的人 赶在别人的地盘上找神吃 你对玄武公司的情况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有个玄武公司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老板叫什么 这我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叫他老板 他住哪 这我根本不知道了 杨队 刚才立新街派出所来电话 说是古原酒店让人给砸了 通知老叫面啥 出发 是 大概的情况就这些 杨队 这是酒店的薛建议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知道谁干的吗 刚才我不在家 这可能跟我们酒店一个叫雪莉的服务员有关 昨天晚上 那个雪莉人呢 我去给你们找 你们稍等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别多嘴 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你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吗 杨队长 这就是雪莉小姐 雪莉啊 你把情况如实的告诉他们 你说说 怎么回事 哦 是这样的 以前呢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后来我不想谈了 可是他死气掰裂的老缠着我 这不 昨晚又来找我闹事 薛经理呢 就让人把他收拾了一顿 结果 嗯 这种事挺常见是不是 嗯 是是 跟电视里演的一样 哎 差不多吧 哈哈 松高 啊 听说酒店让人砸了 我赶过来看看 啊 这谁干呢 哎 这位姑娘不是老跟着钱安平吗 怎么也管起治安的案子了 没有 我们还是只负责文物的案子 哦 那 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 我只是对这家酒店感兴趣 我想薛老板可能已经对你说过了吧 那两个做棉花案的男女 在这里租过房间 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凑巧是不是 他们先是在你朋友的酒店里租房间 学习谈棉花 然后又到你下乡的草店村 去倒了那座古墓 的确是凑巧 我觉得薛天贵和那个服务员根本没说实话 这件事不可能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白虎公司的人 从那两个男女的手里抢走了那个青铜器 然后他们在倒卖那个青铜器的时候翻了船 紧接着古原酒店遭到了袭击 你不觉得这几件事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他们之间在互相报复 我们无形中被他们利用了 那小 你成熟多了 白虎公司倒卖那两件东西的消息 你们是咋知道的 是通过一个匿名电话 我们在去古原酒店调查的时候 你的那位大哥宋若薛也去了 真的说明啥呢 朋友的酒店出了事 应该过去看看吧 你在回避 好了 回去吧 金队 你给我回队里去了 这次是杨队派我来的 我无路如何得把你请回去 再过一段时间吧 等小和好的 杨队也发现你不对劲了 现在案子正在紧要的时候 你却提出要休假 这可不像是你做的事 我毕竟是父亲 有句话说出来容易 做起来比登天很难 你可以把小和送到戒毒所去啊 那儿的条件比这儿要好多了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我不在身边 你想想 他还是个孩子 听说何俊宝在西原开了一个火锅城 生意活得很 他从那儿赚的钱 比咱们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要多得多 来 这样吧 您一句话 我马上把这个火锅城给他废了 算了 不要闹了 已经把文正队招来了 这只是一方面 此外 你觉得有意思吗 咱们玄武公司不能受别人欺负 这可是您说的 可我们跟何俊宝不一样 如果我们也用那种野蛮的方式去砸了他的火锅城 除了在道上落下一个恶名之外 还会招致他们新去了的报复 这样 只能是两败俱伤 那就算了 我没有说算了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地盘 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生存空间 方国泉和何进宝把杨秀和露露他们赶出东原和西原 他们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 就是不允许我们把洛阳产伸到他们地里 而我们的地盘上 客工挖掘的古墓已经越来越少 更严重的是 我们在北原的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我们只能 也必须把铲子伸到他们的地里 但又不能太直接 那样的话 会引起冲突 甚至流血 你们知道 我是最不喜欢流血的 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有 我们也许可以把方国泉和何进宝控制在我们手里 把青龙和白虎两家变成我们的下属公司 这样的话 东原和西原的土地 就等于是我们的了 这可不容易 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 从人数和野蛮性上加 三家里面我们是最弱的 但我们更有头脑 或者说我们的智商更高 关中道上曾有两个工庸人物 探幕踩点子的赵深子和炮手马剑舍 赵深子消失了 但并不影响大家吃饭 而马剑舍 却是我们大家谁也离不开的 因为只有他 知道如何炮制那种倒动用的炸药 来来来 再喝一杯 别客气 来来来 再来一杯 我知道你的警战 来来来来来 一杯了 不行 半杯也不行 除非你们把这桌酒的由头说明白 有啥由头啊 你们兄弟之间还不能喝个咸酒啊 肯定有油头 而且还不是让我帮你们炸草 因为不用这么客气 你真是个聪明的 行了 那我就直说 宋老板想请你入伙 哦 为什么呀 为了我们大家 这样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大 而你呢 又可以得到跟你的劳动相称的报酬 因为你也是股东了 而现在 你只是一个打工仔 你所得到的报酬 还不到你应得的十分之一 我知足了 我这个人哪 心不贪 更重要的我是自由的呀 我想给谁干 就给谁干 我想什么时候干 就什么时候干 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 这有的时候吧 这别人 还得看我马建设的脸 是 真的挺好的 有的时候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啊 一个人 自由自在 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哈哈 可是我突然想起了赵生子啊 我一想起赵生子 对你的这份羡慕 顿时烟消云散 想想看 赵生子也是单干户 如果他背后 有后台的话 有人给他撑腰的话 谁想灭他 他们总得掂量掂量吧 啊 薛哥 虽然说我们两个都是单干 可是单干跟单干不一样 他的消失 不影响大家吃饭呢 所以这消失了 也就消失了吗 哈哈 大概 不会有人希望 我马建设消失吧 没有人希望你消失的只是你的配方 你把他搞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有必要找一个考审 嗯 这如果 方国权和何进宝来找我的话 你可以让他们找我们 因为你已经是玄武公司的人了 啊 啊 孙老板 哎 坐 请老板坐 啊 有事啊 郑老板 啊 请二位来 就想让你们看几样东西 挺心想啊 平时看货都是我们找你 今天怎么倒过来了 嗯 东西不错 郑老板 你该不会是向我们推销这些东西吧 不是 绝对不是 只是让你们看一看 这我就不明白了 这是方老板送来的 他们刚刚挖了一个木 而且这个木是马建设炸的 听说马建设最近入了玄武公司 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给别的人帮忙 啊 孙老板 玄武公司还没有混到做龙头老大的份上 啊 让手下到界外走走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把文贞队的视线 从北渊移开 转移到我们身上吗 这种事儿 你已经在方哥身上干过一次了 差点让方哥落在了文贞队的手上 我不知道你那次是出于什么目的 借刀杀人 借文贞队的手 来把你的兄弟给灭了 我想 若须 不至于那么没见识吧 唇王齿寒 他不会不懂 可把铲子伸到别人地里 这可是犯了规矩的 当初你们分开过的时候 我是给你们定下这个规矩了 观众三弟 你们三个人 一人精英一断 除非 别人请你去帮忙 铲子 是不能伸到别人地里去的 到土为子那里一坑子 是我手下自作主张 三弟已经替我处置过他们了 在这儿 我向三弟 我向三弟道谢了 我向三弟道谢了 咱们的手下 总是喜欢自作主张 王土围在那个坑里下毒 想毒死我的人 我想 也是三弟 也是三弟手下自作主张 三弟 你 你说是不是 有这样的事 师父 都是那帮小子自作主张 幸亏 幸亏我及时赶到 今后 你们要好好约束你们的手下 不行了 就经理出去 不要认为一种顺手 就舍不得 观众道 想吃这碗饭的人 有的事 听清楚了吗 好了 这事就说到这儿 哎 你们呀 啥时候 能不让我再为你们操心了呀 师父 还有啥事 老大 有啥事 咱们自己商量不好吗 就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了 不 这个官司 还得由师父来断定 师父 我说的是马建设的事 比起这件事 其他的事都扯淡 啥事 说 老二要敲我们的饭碗 他有这个胆子 他就是有 他有这个能耐吗 师父 你知道马建设吗 他可是我们三家离不开的人物 老二 要把马建设控制在他的手下 你说 这是不是他抢门的饭碗 还真有这事啊 啊 马建设是我们北原人 我请他加入我们选武公司 这有什么不对啊 不对 他是我们大家的 你霸占了他就等于霸占了关中三地 哎 东海啊 家仇不可外扬 我能请你来 就没把你当外人 你不想说两句吗 啊 哎 这是你们家族内部的回应 按理说我没有插嘴的地方 既然 李老先生邀请我来练习 那我就说两句 谢谢